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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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辦人 還有各位貴賓 大家好 很高興代表教育部電餐中心 來參加第八屆同級的數位創作獎 就像這個主題一樣 有改變 但是就像剛剛志欣先生講的 有變與不變 在我看來 我認為我看宏盛做這樣的活動 他不變的地方是說真的就是宏盛非常注重資訊教育向下雜燈 這份心跟支持 我覺得他始終沒有變 當然改變的部分就是當然讓他變得更好 讓這個競賽本身變得更好 就今年有一個蠻大的改變 就是 所謂的總子學校列車會往花東地區開過去 我覺得這很棒 為什麼呢 因為競賽等於拔尖 會找到金字塔頂端的人 這些在培訓這樣的人 但是總子學校就普及性 列車開到花東 就會帶動花東的一些數位創作的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個改變很棒 本身主辦單位已經為我們的主題 做了一次很好的改變一個示範作用 今天剛剛有講到說我們吳同學 他應該算是這個活動的最佳代言人 他從國中 國二 國中的年級 大概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參加 然後到國三 國三要考試了 還是繼續參加 然後到高一 連續三屆都有非常亮麗的成果 我覺得這個活動他搭起的這個舞台 不只是吳同學 他真的給我們很多很多同學 他們的創作有一個發光發熱的地方 而且透過這個平台彼此可以切磋 可以琢磨 我覺得是這個活動很棒的地方 那我想我還是代表教育金站中心 在這邊非常感激 紅機基金會還有創辦人這樣的用心 那我真的在這邊也祝福 整個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